星期天下午,大约200人参加了由洛杉矶香港论坛在洛杉矶天普市举办的《香港怎么办》讨论会 台湾送中法案关注组织的创始人、学生何永彤、香港著名律师和政治观察人士桑普 以及香港著名政治漫画家尊子在讨论会上以各自的方式呼吁国际社会更加关注和支持陷入困境的香港 洛杉矶香港论坛称,香港理工大学这个周末的火爆场面升级和双方对峙的十万火急证明香港的局势已经千军一发 何永彤说,从2003年的23条,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到今年的五大诉求,就是香港局势发展的来龙去脉 漫画家尊子对美国之音说 尊子说,香港人现在应该一方面坚持要求获得港人 本来就应该有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也要耐心等待大陆内部情况发生变化 希望它有所改善 如果内部没有改善的话 大陆是不会给香港人真正普选的 桑普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一次抗暴的行动已经持续超过了五个月 那问题为什么还没有迟迟没有解决呢 第一个,我觉得国际施加给中国的压力还不够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信息传递给全世界知道说 希望说美国对中国的政策逐渐从贸易战进展成为一个人权的外交 真正把人权的议题挪到台面上 这个既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跟拥抱的自由民主价值 也是跟香港人先追求的自由民主价值是一样 香港人其实是为美国人来挡子弹 我们是站在第一线 如果我们对于中国因素 中国的瑞实力一点都没有警醒的话 今日香港民运美国甚至全世界 桑普说,希望把香港现在的困境跟大家分享 目的是跟本地关注香港的所有华人 以及所有美国的同道分享现在的状况 希望大家伸出援手 希望在本社区把香港争取自由的精神发扬下去 这不仅仅是为了香港,也是为了本地的社区 本次讨论的前一天 洛杉矶香港论坛在洛杉矶中国城 举行了《民报》和《苹果日报》专栏漫画家 尊子的政治漫画展 展出的近百幅作品围绕香港的政治议题 从主权移交之前到现在的五大诉求 回顾和总结了香港人权的层层剥落 从选举权的缺失 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认同自由的压缩 和所谓爱国主义的强制灌输等等 尊子对美国之音说 我方面拿了大概是过去几十年 画的漫画的一小部分 就是大概是一百到七十张左右吧 就拿到几个城市去派展览 给当地的人、当地的城市的朋友 如果是不知道情况的 香港情况的 有些知道的也可以看 就是过去几十年来香港 面对的政治跟经济情况 尊子指出 除了漫画本身之外 还用简短的文字来说明香港过去几十年 面对的尖锐问题是在哪些方面 相比之下 早期的中港冲突仍然比较温和 香港人的方式主要是游行和上街抗议 遗憾的是 北京政府和香港政府都认为这些构不成什么威胁 所以一直用拖延的手法来对付香港人 前往观展的莉兹卡特对美国之音说 就是想支持香港的运动 我觉得跟良心有关 就是当时那一周 我正好去香港参加了一个学术会议 星期六到达的时候 就是那一百万人上街的 然后周三跟一个台湾朋友一起过去了 就感动了嘛 就是感受到大家的 为了自由 为了香港 愿意奋斗 愿意上街 香港晋慧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 专栏作家吕炳全 在《尊子漫画展览》的导演中说 香港的成功有赖于他背后的制度 以及不断推动香港进步的香港人 香港人重新定义了香港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宇州 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